17岁偏偏少年 身回举技无限 海底捞跃 哎呦厉害 我去看流星雨 九鹰百口爪 接下来是七个球了 这很熟练啊 七个球 感觉无难度啊 在它这儿 中国可以抛七个 是最高境界是吧 你抛几个呀 我不踩 只能抛九个球 是怎样的表演 震惊现场观察员 这个很难 太难了 在抛球的同时 划滑板 同时还要绕过障碍物 哇塞 一心私用 身一样的存在 天才少年如何练成 父亲对他有着怎样 与众不同的教育方式呢 其实他的路还挺多的 可以有很多选择 所以我们就是说 看看他的 还有没有其他的发展和兴趣 最好的方式 是在快快乐乐的成功 是最好的 为人是听天意 就是你把自己该做的做好 如果他没成 其实也无所谓 我无怨我回的 敬请收看了不起的你 本期节目 绝技少年成长计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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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先欢迎表演嘉宾好不好 欢迎你 欢迎你 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沈阳一 今年17岁 来自成都 今天走进我们节目中的这位年仅17岁的少年沈阳一 在节目的一开场就为大家带来了水晶球和抛球表演 虽然他小小年纪 平衡掌握度和身体协调性都超乎寻常 可以随着音乐的节奏完美地变换自己的动作 完全沉浸其中 游刃有余地完成表演 这个节目的表演名字应该叫童子戏猪 童子戏猪 你看他就是一个很活泼的一个小朋友 然后用我们中国一句虎话叫非常的享受 享受 享受 对吧 这个应该是一个结合 对吧 对 水晶球和沙包是吧 对 但是这个抛球的话 属于杂机手机的一个古老项目吧 这个古老到多少年前 准确说手机应该属于杂机里面算是很古老的一种 在中国至少3000年 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 然后白季还写了一首诗 在当初的西凉季里面就说 当初是武双界 跳七丸是当初这个杂机的最高水平 而跳七丸呢就是抛七个球 这是中国的历史 小朋友不仅研究玩还研究历史 中国可以抛七个是最高境界是吧 现在是世界上抛七个 最高境界啊 你抛几个呀 我不才 不才 不才 只能抛九个球 真的假的 不才 对 全世界抛七 七个 你抛九个 就说我们现在站在珠穆拉网峰旁边 可不 看完这个演出 我们就是世界最高了 没想到 沈阳毅年纪轻轻 却有着不凡的身手 那接下来 沈阳毅是否会为我们带来 他所讲述的这项 超感世界纪录的表演呢 你下面这个给我们表演一个什么 让我们看眼界的呢 是一个跟着音乐 然后呢 抛球表演方式 来 这个呢 是我独创动的吧 是从胯底下 叫海底捞月 给你们展示一下啊 三 二 一 然后呢 这个海底捞月呢 还可以 你连续做 OK 好厉害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叫企鹅走路的 这种 哇 好可爱 然后呢 这种就 这是什么 给我肩炮吧 哎呀 这次好 回头光月 吸收了啊 我给你出那什么 然后呢 接下来给大家展示的 白鹤亮翅 这个 这个呢 叫过桥 哇 然后呢 这个叫 我唱的这个动作 叫陪我去看 流星雨 哎呦 还挺浪的 看你许愿的 闭眼睛许愿 然后呢 是五个球 嗯 哇 那李老师给这动作 起个名呗 然后呢 我喜欢穿这个叫 收紧背线 五福捧收 哎 这个手 叫瀑布飞线 衣服稍微有点长了 怎么做不起啊 对不起啊 对 他的服装会影响一些 太扮受了 一步稍微长了点 这个叫步步高伤 刚刚都是 哇哦 步步高伤 然后呢 这个舞球抓 是我独创的动作 然后在世界上呢 站在上面看见有人做 我跟他取名叫 九云白骨爪 哈哈 你才五个球啊 速度特别快 哦 这个 这个 哦 这个 抓五球 抓好厉害 哇 漂亮 漂亮 好累啊 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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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六个球啊 对 哦 六六大顺 六个球呢 因为双速比较难抛 好像六个球就我在表演 哦 双速很难 哦 不 双速的话 抛的节奏就很怪 哦 哦 这厉害了 我的天啊 我的天哪 六球的话 我可以转七百二十度 七百二十度 就转圈嘛 好 漂亮 漂亮 我以为它是掌握不了的 原来是故意转的 现在是七个球了 跟大家说个小故事吧 因为我花了两年到一年时间 充其六个球 那个时候因为我看世界冠军嘛 他们都七个球 一年左右就六个球 那我花再花半年一个 就能充其七个球 然后呢当时就稍微用了点心 因为想吧 可是呢 我才发现七个球 好像还真的挺难的 当然 六个 七个 是一个非常大的分水岭 我花了三年时间 才把这个球给拥上去 哇 三年 这很熟练啊 七个球 感觉无难度啊 在它前 哇 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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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抛一个球到可以抛弃六个球 仅仅用了一年时间 可以想见 他在这项表演上拥有的惊人天赋 天赋如斯 却在从六个球增加到七个球的时候 用了三年的时间 可以想象 一定数量后 每多增加一个球 都难上加难 从容不迫完成抛七个球表演的沈阳毅 让我们对他接下来难度升级的表演 充满了期待 那么他能否成功完成挑战呢 来 来 哦 可以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八球 九个就太难了 来 你接着看啊 这是开始吗 孩子就是不说开始 天哪 这往上抛都不太容易 怎么往上抛呢 因为九个球一震荡球 你们抓不了九个 太多了 他得先顺势 有点乱七八糟了现在 完了 没成功 再来 再来 这个画面特别好 我特别想跟你说表情 对 绝对是有表情笑话的 表情包出来了 对 他的意思说 不然他的意思就是 掉地上怎么着 这叫掉地上啊 没想到抛弃八颗球 依然可以轻松演绎的沈阳毅 却在两次尝试 同时抛弃九个球时 都以失败告终 不禁让人为他捏了一把冷汗 那么 在接下来的第三次尝试中 他能成功完成 不是一种微away就随便 即使朵 amo 可以当年三次抛弃九颗球的表演 来 咱们再看 太难了 这已经很难了 我觉得这特别难了已经 你抓都抓不过来 搁咱嘛 哇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啊 三次刚好成功 你让我看你的球吧 好 可以 一个手能抓得住 你要把他分半扔 不是你 你这就不行了呀 太难了 这太难了 你看我手抓四个球之后 是这样子 然后抓五个球之后 你抓得了吗 抓五个球之后呢 其实我手已经是挨不到球的 我是在球跌球的情况下 这样抛出来 光是这个发球技术 你看我第五个球都已经这样 如果要再伸球的情况下 这样子再放一个 我就抓不了了 所以说现在是被球所限制 如果球能变小的话 说不定我还在跟上也加水 在下国里的吧 但是是不是说这个国际比赛 这个都是标准球 基本上 砸起用球 这是标准的是吧 行了 搞清楚了 厉害不厉害 厉害 而且他也放了个口啊 就是说如果后面有 有发明更小的球 就是规则改变的话 它就可以变得更厉害 是这意思吧 那你参加国际比赛了吗 现在呢 最近有可能要去美国 参加一个比赛吧 你看 你们俩都好好的球呢 全离手 就孩子说话的时候 全部离手你看 你告诉我啊 这个球你用了多少年 这球啊平均如果以前练得是厉害的时候 平均三个月换一波球吧 要抛坏 在今天节目中 能够成功地演绎 从一颗球升级到九颗球的 这样有着超高难度的表演 离不开沈阳毅 平时专注地练习 而他平均每三个月 便会抛坏一批球 练习的强度可想而知 那么 这样一位少年成长的过程中 会有着哪些不一样的故事呢 学习过程中 又是否有名师指导呢 你练这个多少年了呀 接近十年 几年 接近十年 这个是跟谁学的呀 自学的 谁精力入行的呢 我教练吧 你教练啊 你教练是干嘛的呀 教练会得挺多的 今儿教练是不是也来了 嗯 来了 有请教练 你好 教练 你好啊 教练好啊 这是您徒弟 对 我徒弟 徒弟啊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对吧 是这意思吧 是 是 是 热色 怎么呢 不是 你干嘛这么乐呢 孩子 这 这 这没毛病啊 是吧 大雷老师 没毛病 我发现了 他有点自带笑点 笑点低 不是 他特别 不 我很严肃的 等等 你们看看这教练和这个 和这个队员 什么 什么意思 像不像 那鼻子像 您看他那美貌挺像 我问教练 教练 您贵姓啊 我姓沈 姓沈啊 也姓沈 也姓沈 教练 您家里有几个孩子 就一个 男孩女孩啊 男孩 男孩 今天多大了 17了 17了 这么巧 太巧了 人生有巧合 你看也17了 这个是我的儿子 哎呀 哎呀 你直接说跟我老爸学了 就叫我练 谁小子 太坏了 你儿子太坏了 你儿子啊 对对对 是我儿子 对对 这个绝技都是绝活 都是您教的 他这个东西啊 其实是个玩儿出来的 他真的不是说练出来 大概就是8岁的时候啊 带他去足球场踢足球 足球场旁边有那个网球场 他们打 练网球比较多嘛 可能就打了几个网球出来 无意当中我们捡到了 捡到这个网球的话呢 就是觉得 当时不知道该怎么玩 就这么 就这么抛着玩 反正到时候 到最后就练着玩 是您玩还是他玩 我们俩都玩啊 拿你个球 我看老爸行吗 太多太多太多 这个我们当时吧 就是说抓到之后 大概花了几分钟 大概5分钟左右就会了 当时是最开始是这样的 就是刚开始这样 然后就是这样 最先就是这样去玩 最先就是这样这样玩 我这都玩不起来 我玩到一定时候 反正就是慢慢就变成这样 这样对对 大概就是5分钟到10分钟就会了 是他还是您 我们俩都会了 无师自通天才 您 您 无师自通 我都玩了三十几年了 我还没会 是个我不行啊 是个我会一点点 我是要 看来爸爸是真的不行 他真不行 您是不练是吧 对对对 当时的话 我们会玩了之后 反正当时就是小朋友嘛 反正你也知道 在学校里边 其实还是有点攀比 攀比什么玩悠悠球玩具 这么越来越贵 我觉得他妈 几百块钱一个悠悠球玩具 太贵了 老爸为了省钱 对 为了省钱 你反正就玩这个东西嘛 就让他去玩 反正就不给他买玩具 当时觉得 然后他可能也觉得好玩 反正这个东西 好像也锻炼身体 然后就出去显阳 这个东西显阳也好 就没管了 这事大概又过了一年多 大概一年的时候 我们当时有一天他就跑过来 爸爸你看我能个闻 他也不知道从哪里 可能又找捡了几个球嘛 一下子就抛到五个了 哎 当时一看远花缭乱很好看 当时一下把我给禁住了 你干嘛说你爸是教练啊 他什么都没教啊 我这听明白了 教啥了啥都没教 不不不 球都没给买 后来还是教过一下 教过就是说你要用劲啊 您都不行 您让人用劲 您抛四个我看看 这个不是 我当时就是这样的 他因为抛到后边 因为他要数量的话 你肯定是要抛高一点嘛 就是要教他一些道理嘛 你抛高一点 他时间就 你看 这么扔下来对吧 这就叫教练了 对了 我也知道 还咋抛高点 这就叫教练了 就完全是自学是吧 就是自修是不是 嗯 他都是玩出来的 所以他总是那种 比较阳光吧 比较可爱那种的 花样也比较多 偶然趣味性的玩耍 让沈阳毅开始接触抛球 虽然这并非父亲的专业 但是他却给了沈阳毅 很多的陪伴和鼓励 你住住拉小提琴的动作 这样 手优优一点的 这样的 对 这样 来回的 这样的 就是一只手 对错 好 练习时没有固定的动作 沈阳毅总是跟着音乐的律动 自由地发挥 有时还会得到 意想不到的收获 我突然发现 你有一个新动作 你把球给我吧 你是这样的 你是先扔了一个球 刚刚扔了一个球 但是这个球 你是控制的比较慢 然后第二个球扔的快 你是这样的好像是 一个 两个 对 差不多吧 但是你是这样的 慢动作 你是这样的 你是一个扔在这里 第二个扔了这个手 手不动 飞得比这个快 然后这个手追过来 抓住这个球 对 这个是怎么完成的 我觉得 对 差不多 这都很神奇的 神奇的 你刚才 不是你刚才 组合在里边很好看的 对 再来一下 这这这这 怎么做 空子里 空子里 你手追得呀 速割很快 那你 这第一条奔子就慢的 第二个 你这个就是 新游小说里边 那个飞到的 第一把飞到飞到 之后还慢一点 第二把飞到 你也第一把慢一点 第二个快 那我再试一下再一下 先抓在手上 好 我还是 这个 对 差不多 好像有点了 OK 这个 所以可以 你每一次好像都有一个新的发现 练习过程中的一个小细节 让我们感受到了沈阳毅更多的可能性 在练习过程中 他也不断地给自己增加难度 尝试新的可能 在今天的节目中 沈阳毅就要为我们展示自己创新的表演 一心多用 这个由父亲解说儿子表演的节目 能否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呢 啥叫一心多用 就是一方面他是小朋友都玩的 就是一个滑板 他是在滑板上抛球 然后到时候在滑板上 还可以套上呼拉圈抛球 哦 然后再 您玩个呼拉圈我看 怎么那么小呀 教练 您来一个 这我也会说 平衡啊 对对对 就是这样当教练的 对对对 这个教练很重要的 不是 这一套东西是您给他研究出来 让他练的 还是他自己玩出来 当然肯定是他自己玩 然后玩了之后嘛 然后我 对对我还知道 还要是指导 对我知道 你滑板还得再稳一点 那就好了 不是 你们别这样 咱下次来发现人家小沈混教练了 我跟你说 然后咱们就看父子俩合作的表演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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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欣赏啊 来 这也是他自创的一个动作吧 这个需要身材比较苗条 这个对平衡感要求特别好 对 滑板要穿装嘛 反手套 哦 厉害 这个很难 太难了 这叫一心两用 好 好 这是绕装的话 其实 哎呦 哇 漂亮 再来一次 这是他独创的一些挑战的动作 其实难度挺高的 哎 漂亮 对 漂亮 然后这是转向 好 哎呦 好 哇 小心脚下啊 现在可以绕装了 相当于也算是一种新的一心沾用的 就是在抛球的同时还要滑滑板 同时还要绕过障碍物 哎呦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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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点复杂的绕装吧 好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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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加霍拉圈 来 这就很难了 这一心四用了这就 一心四用 身一样的存在 走中间穿 我连呼拉圈都摇不起来 再来一次从中间穿的 他这里面的任何一个 你也做不了 不要急 从中间穿的 从中间穿的 要不人家瘦呢 棒 哎呦 真棒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来 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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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可以 来 好 五个球 五个球的话就不需要绕装了 好 真棒 因为现在他的眼睛 是看在上面的 看不到下面 所以这个不好绕装了 太难了 好 漂亮 收了 好 好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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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从滑滑板 到在滑板上抛球 最后甚至可以在滑滑板 和抛球的同时 转动呼拉圈 这一系列在我们看来 匪夷所思的表演 沈阳毅竟然真的做到了 慢一点 好 漂亮 好 还要再跳一个滑滑板 好 还要再跳一个滑滑板 滑滑板 慢一点 不着急 继续 成功 好厉害 好厉害 这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虽然难度已经不小 但是沈阳毅还在尝试更多的可能性 不断叠加难度的表演 让人眼花缭乱 而这些精彩呈现背后的辛苦 也是可想而知的 像这么难 每天应该有很长时间的训练时间才行吧 沈老师 在我的理念当中吧 我觉得 其实中国人非常多讲那种刻苦啊 努力 但是我的理念稍微有点不一样 就是我觉得人生吧 你要找准自己的特点和天赋 其实找准自己的天赋和特点的话 可能就没那么辛苦 而且可能成绩还会比较大 然后呢 最好的方式是在快快乐乐的成功 是最好的 像他这么表演 应该有一些专业院团会找到他吧 很多 很多在国外的一些著名的一些马戏团也在找他 当然中国的一些杂鸡团也希望他去 但是的话我们就是觉得吧 其实小孩子那么小 其实他的路还挺多的 可以有很多选择 所以我们就是说没有让他去 就是说马上进入这种院校 让他自由地再多发展一下 就是看看他的其他还有没有其他的发展和兴趣 那他现在还读书吗 上学了 对对对 他在读的 还在读书啊 等于你老爸一直给你用一个不太 可能非传统的一种教育方式教育你 虽然表演的成绩不俗 演出和杂鸡团的邀约不断 但是父亲并没有急于让沈阳毅 开始进行专业系统的训练 而是让他跟随自己的喜好自然地生长 只要沈阳毅愿意尝试 他就会在背后默默地支持 十七岁偏偏偏少年身回拘迹无限 海底捞月 哎呦 厉害 陪我去看流星雨 九鹰百口锁 接下来是七个球了 这很熟练啊 七个球 感觉无难度啊在他这儿 中国可以抛七个是最高境界是吧 你抛几个呀 我 不踩 只能抛九个球 是怎样的表演震惊现场观察员 这个很难 太难了 在抛球的同时滑滑板 同时还要绕过障碍物 哇塞 一心四用 身一样的存在 天才少年如何练成 父亲对他有着怎样与众不同的教育方式呢 其实他的路还挺多的 可以有很多选择 所以我们就是说看看他的 还有没有其他的发展和兴趣 最好的方式是在快快乐乐的成功 是最好的 为人是听天意 就是你把自己该做的做好 如果他没成其实也无所谓 我无怨我回了 敬请收看了不起的你本期节目 绝技少年成长季 你爹是不是陪你的时间特别多 经常陪你玩什么的 还算可以 还算可以 一周大概跟你在一起玩几次 每天都陪吧 每天都陪啊 陪你做什么呢 这是大家要特别主意 训练 对 就是这个训练吗 不不不 很多 对 很多 比如说我们喜欢 像现在共同的爱好就是踢足球 哦 你们俩踢球 对 打打武术这样的 打武术 对 会一点嘛 对欧是吗 哇 这个这个样子 不是不是 这练一练嘛 锻炼锻炼身体嘛 锻炼什么呀 我离远点 你来两下 你来两下 来两下 好 嘿 哎呦好 行 哎可以 不是可以 是有底子啊这是 看你专业的法 好 哎 漂亮 小二一是练武术的吧 漂亮 练散打以前 以前练散打 川哥 你要对你刚才说的话负责任 我跟你讲 我挺负责任的呀 人家练散打的 那怎么了 我说的很对啊 我怕你打不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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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打不过他 我是肯定打不过他 小二 我肯定打不过你啊 这是一定的啊 一是一有的父子关系 父亲用自己独特的教育方式 陪伴着沈阳毅自由的健康成长 我觉得你的身体的邪消性还差了一点 神神谈 都不见流天 好 远留下聚散 挥山ç飞若残缘 君不见情山 浩洁众花呈焰 满地点 肉地点 那你试一下这种慢的 慢一点啊 柔美的这种感觉 要把那种韵味做出来 那你就照感觉来吧 不过父亲可不仅仅是教练这么简单 他自己也是一位身怀绝技的高手 一位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 垂直叠宝灵球最多 这项吉尼斯世界纪录 至今都无人打破 这个立这个保龄球的难点吧 就是比如说现在立第五个的时候吧 你看不出了它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往往是再立一个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它有问题 所以要每一个不同的角度 去尝试它的稳定性 需要的是手的杆子 要非常的精细 因为眼睛有时候看不准 反正现在已经很危险了 现在已经是吉尼斯了 那么现在我上11个 看能不能超越 三秒钟啊 三秒钟一秒 两秒 三秒 好的 沈老师依然不断尝试挑战自己 叠加11个保龄球 并且让保龄球保持三秒不掉落 沈老师的平衡功力可见一斑 今天在节目现场将进行一场测试大家平衡性的游戏 浩雷和思思主动请应参与这场比拼 那么比拼结果会如何呢 我放开始 好的 这怎么挪呀 这个这扁的 来开始 完全不规则 先找到最大的当图 我告诉你 依我对他们俩的了解 也就是三只差不多了 不至于吧 哎 能味不够 哎呦可以 好六老师 这一图我还要 哎这苹果还是红布式的 特别好吃 下面不对了 哈哈哈哈 好现在我们打计时赛啊 计时开始 现在开始 三二一停 啊我们赢了 哈哈哈哈哈哈 欺负人是吧 欺负人是吧 对来来来继续继续继续啊 哎四只就够了 足以获得胜利 不一定啊 喂你们慢慢摆这瓶 我真的很好吃 如果摆不上去的话 就给分给我们吧 你听 我了 哇 人家比六个了 好听 还得罗 就是这种 嗯 陈老师很厉害发现 七个三不定了 几个了几个了 陈老师 七个了他七个了 咱六个还没能上呢 哈哈哈哈 不易的吧你 好陈老师你可以不放了 我归他们超越不了你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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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垮了这个 哇 六六六六六六 我是飞鱼 好 来我来我 赶到成功 赶到成功了 赶到成功了 由于观察队员的捣乱 沈老师最终 只跌了七个苹果 虽然只是游戏 但是在过程中 我们依然可以看出 沈老师的认真 细致和专注 那么在儿子眼里 会怎样形容这样的父亲呢 你给我们总结一下 你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啊 不敢说 喂 喂 信号不好吗 喂 什么呀 总结一下 不是 再说一次 我觉得我很复杂的 他说你总结肯定很难 我觉得不好总结 不好总结 不好总结 我又没有用一个词总结 就是一个词肯定总结不了 我觉得我很复杂 因为我是一个很厉害 很复杂的高手 他总结不了 那您自己总结一下 我觉得吧 我这个人就是 首先一个是有点矛盾 一个是我比较随意 不是 您这么说吧 但是的话呢 又比较执着 对对 所以做事的话 反正就是希望 做事情就是尽可能 先把道理先弄清楚 然后的话 以轻松快乐的方式去做 为人事听天意 就是你把自己该做的做好 如果他没成 其实也无所谓 我无怨我毁了 其实很多人很努力 但是并不成功 但是实际上最重要的是 找到自己的天赋 找到自己的特点 我快快乐乐地去过 所以我也 管是我小孩也是这样 你有天赋 你有这方面的东西 你去做吧 不要去拘束于 就是说 所以我现在不想强加 他的一些理念 就是说让他自然地去生长 这是我的一个理念 对 所以这是我特别关注的 就是为什么一个父亲 就因为看到儿子 在网球场上 这么一个简单的举行 带他去玩 其他的父亲 可能找功利新地去培养 他没有 放任 直到这孩子 按照自己的兴趣 自然生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稍微地指导一下 拨一拨 有这么一个儿子 你骄傲吗 对对对 确实我很高兴 因为我觉得他的出生 也跟我带来了很多快乐 比如说有了我儿子的话 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但是就是说 一定要快快乐乐的 或者说甚至 就是还有一就是说 我觉得要怀算梦想 包括就是说 他成功这个12岁的时候 就是有很多杂技团 去邀请他的 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 在他还没有成年 还没有很独立的思想的时候 如果就把他的人生定格的话 我觉得好像这个 不是很负责的一种态度 所以我就觉得 干脆你等你长大一点点 然后由你自己去决定你的前程 所以就是说当时也就 没有所谓的功利新嘛 就是说让他去做 所以这个爹不容易 掌握长得好 为人事听天意 这是沈老师的生活信条 同时他也把这样的理念 应用在了儿子的教育上 让他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志成长 也许因为这样 在如此轻松的教育氛围下 成长的沈阳毅 才有了这样的成绩 十七岁偏偏少年身回 橘迹无限 踩锦刀月 哎呦 厉害 我去看流星雨 九鹰百口爪 接下来是七个球了 这很熟练啊 七个球 感觉无难度啊 在他场上 中国可以抛七个是最高境界是吧 你抛几个呀 我 不踩 不踩 只能抛九个球 是怎样的表演震惊现场观察员 这个很难 太难了 在抛球的同时滑滑板 同时还要绕过障碍物 哇塞 一心四用 身一样的存在 天才少年如何练成 父亲对他有着怎样 与众不同的教育方式呢 其实他的路还挺多的 可以有很多选择 所以我们就是说 看看他的 还有没有其他的发展和兴趣 最好的方式 是在快快乐乐的成功 是最好的 为人是听天意 就是你把自己该做的做好 如果他没成 其实也无所谓 我无怨我回 敬请收看了不起的你 本期节目 绝技少年成长季 要么说了半天啊 这球是香气 你也能玩玩吧 沙袋 沙球 我能够玩一点点 你能复子连妹 给我们在节目的最后 给我们来一个小节目 好不好 好的 那试一试吧 来 试一试 好 好的 准备啊 来 一 二 可以 多默契啊 到时候出错的 一定是教练 好 好好好 好好好 其实看这个 最后这一小段表演的时候 挺有感触的 就是17岁的男生啊 在这个时期是不太愿意 跟爸爸在一起 这种玩的 对吧 这对父子还能这么开心地 玩在一起 就很不容易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家庭 也正是我们中国现在更多家庭的一个缩影 我们并没有生活中所谓的那么那样的一个富足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们心灵的富足可以满足一切 我觉得就是快乐是最主要的 别的都不用谈 希望你们永远地快乐下去 好 谢谢 我还是觉得陪伴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留在家里面能跟你们老两口的时间待这么久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然后你们对她这种陪伴会 也会影响她的成长 我觉得她是不缺爱的一个孩子 超棒的 好的 加油 好 谢谢 还是要谢谢父子俩来我们的节目现场 同时要谢谢这个年轻的小沈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这个经意 都说少年人不可轻视啊 现在我真的发现我们的少年太厉害了 17岁你想在某一个方面就在世界之巅嘛 如果我们这些少年多了 少年强则中国强嘛 就回到了那句老训上了 所以谢谢培养了这么好一个儿子的沈教练 谢谢您 也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收看了又一期的《了不起的你》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十七岁的年纪可以自学并完成这样的表演 可以想象她的人生有着无限的可能性 正如主持人所说 少年强则中国强 教育问题是每个家庭都避免不了的话题 今天沈老师让我们看到了 教育的另外一种可能性 任由孩子按照自己的天赋 自由地成长 虽然这种教育方式有待上去 但希望这种父子间相互支持陪伴的关系 能给很多家庭带去启发